市長我投黃珊珊 漂亮 市議員我這一票要搶救王世堅 余美人前一天的這段話 讓王世堅找到力量 余美人昨天這一句話是 我這一場選戰以來 最溫暖的一句話 我聽到最溫暖的一句話 所以我很意外 自己都沒想到 焦急不深的余美人會公開送暖 王世堅透露 因為自己跟黃珊珊的私交 變成綠營攻擊的目標 還被放話說她選情超穩 一定會當選 呼籲配票給其他人 這幾天之所以新會議了 是因為這些網軍側議 太沒人性了 他們甚至還出了配票單 用這種來糟蹋我 我個人認為說是夠了 那我在想 對我而言 這一場選戰應該是結束了 一度謀生退役 卻因為余美人的鼓勵 讓王世堅覺得不能放棄 但王世堅越堅定 網友點名他可能就越擔心 你們在前面喊 我顯得好無助 恐怕是林真語聽到余美人 支持王世堅當下的心情 就連台北市長柯文哲 也去他臉書留言 雖然說真的很好笑 呼籲中山大同區的選民 還是要繼續支持林真語 就怕票真的跑去王世堅那裡 首先我要感謝資深媒體人 余美人小姐 感謝您公開支持黃山山女士 也感謝您讓我們在這次選舉中 可以被看見 換個方式讓議題回到自己身上 林真語乾脆這樣出擊 誰也不得罪 誰也不攻擊 希望換回支持者 別變心 TVB新聞才有時間 我家習台北採訪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 國際Plus 扩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